关心玉山金鼓励的投资人可留意 董事长黄南洲已透露 今年你配发现金鼓励70%和30%股票鼓励 但还是要经过董事会讨论与股东会通过才会定案 黄南洲也说 过往正常来说 盈余配发鼓励的比率大约是80%到85% 随着净值回升 当初提存的特别盈余攻击如果加进来配发鼓励 也就是把2022年不能配发的鼓励拉回来 今年的配发率应该会更高 但不会动用特别盈余攻击 黄南洲说 玉山金去年刚半现增160亿元 玉山银行资本是足率15.62% 资本相当充足 会有比较大的能力发现金鼓励 因此过往采取一半现金 一半股票的鼓励政策 今年会做些调整 出估现金70% 玉山金法说会公布去年资节净收益666.8亿元 税后净利成长38.1% 达217.6亿元 创历年最高记录 金控美股税后盈余1.4亿元 股东权益报酬率10.05% 资产报酬率0.61% 玉山银行去年税后净利196亿元 成长32.3% 证券净利12.9亿元 创投净利12.1亿元 今年1月资节净利28亿元 金控及银行均创单月获利最高 台积电在熊本投资设置金元厂 唤起外界对熊本相关议题的关注 其中 玉山银行去年7月推出玉山熊本熊信用卡 也成为媒体关注话题 玉山金董事长黄南舟说 去年发出的熊本熊卡反应非常好 许多使用者都觉得好用 玉山金总经理陈茂青补充指出 玉山的日本福岗分行去年7月成立 如今台积电到熊本设厂 相信也有助玉山的日本分行获利 对此有长期信心 更重要的是 玉山也看重日本经济复兴 接近零利率政策 未来应会改变 至于央行今年是否降息 黄南舟认为 几率不大 原因是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还不错 有3%以上 其次 台湾跟国外利率比较 还算是比较低 像是美国的30年期房贷利率大概还有7% 加上台湾已经连11季通膨年增率超过2% 通膨压力之下 央行调降利率可能性不大 除非有特别因素产生 随便吉 00617 Sara 卖后护卖后的 广 证음 询 证 文 证